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李麗蕊 想提提大家第八季的大家珍峰Show 正式接受大家的訂購 時間是由12月10日到明年的3月10日 為期三個月只收$450 希望大家快快去訂購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WhatsApp來 91671611 91671611 再次要多謝大家對村長和團隊的支持 記得要快去訂購 不要到時大家一起閉上 閉上車閉上車 又說聽不到又說看不到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淑嵐剛剛這兩天發生 轟動了全台灣 曾經看到一句說話 很老怕難老 難老怕潑虎 潑虎怕什麼 潑虎怕 怕貂婆 貂婆還比潑虎 真的不知道 潑虎也很厲害 不記得了 不是 因為剛剛發生了 所以加進去 雕婆 不知道什麼叫雕婆 40年後你是雕婆 我現在已經是了 很雕蛮的婆婆 即是雕蛮婆婆 真的沒有符 雕蛮的小姐 他曾經是雕蛮小姐 他由雕蛮小姐到雕蛮中女 再變雕蛮婆婆 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粵劇 雕蛮公主 雕蛮公主 岸蛮馬 那是正常的 最適合做的 任正輝白雪仙 任正輝白雪仙做過 白雪仙很適合做這些角色 是呀 阿仙姐嘛 入營入隔 你小心點不要這樣說 不是 即是說他那個人 做什麼都演得好 演得好 很認真 第二個做得好的是雕蛮女 哦 雕蛮隊按符馬就是梁勝波 是啊 也有這些氣質 你覺得如果在演藝界 你要找一個很適合這些 白雪仙 鳳凰女 紅線女 這些氣質的新一代 你覺得什麼 樣子是很刁蠻 你覺得盲不講理 還是 新一代 我反而想到電視台 就想到Lisa姐 她做過那一套 還做少女 不是少女 不是 野蠻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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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營入隔 野蠻奶奶 你是不是打算再說下去 繼續得罪全行的人 我還記得有一套戲 就是比姐做野蠻奶奶 其實以前做得最好那個 就是剛才你說的 Dudu姐遇到碧雲姐 碧雲姐 碧雲姐就絕對有機會做這些 野蠻奶奶 對 對 如果你上網 拍爛手掌 別人的網民是瘋傳的 對 他說神級演技 鄧迪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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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那場是在餐桌上 那一頓飯 要心要肺的對話 他們兩個 不是 如果我記得對話 因為我即將要開是台灣的 都是發生這些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是鄧迫雲大戰 鄧迪雲 不知道為什麼鄧迫雲的兒子 就是鍾振濤 鍾振濤 鍾振濤認識了一個新的女朋友 就是鄧迪雲 他們兩個沒有見過 有一次就剛剛去發營屋 他們兩個碰到 就不知道原來他跟兒子拍拖 這個就是他媽媽 不知道不知道 未見家長之前 未見家長之前 我還記得鄧迪雲旁邊做一個朋友 那個是優淑貞 兩個人說 什麼Peter仔 幫我做個新髮型 然後他說 我有客人 什麼有客人 我們這麼美女 什麼什麼 幫我做 鄧迫雲說時遲 那時快來到 又叫那個Peter仔做頭髮 Peter仔過來做 鄧迪雲和優淑貞 就不讓她過去 兩個美女 不讓她過去 什麼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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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她 就是穿金大銀 他說什麼 我一隻手 我給貼士 都比你們貴 做頭髮的錢 做頭髮一年 哪兒子過來 鄧迪雲就說 你這樣 你的頭髮都掉了 用來做 哈哈哈哈 即是在salon那裡 已經大戰過一輪 他還要戰到是怎樣 鄧迪雲說 我脫出來的 都比你頭上的 哈哈哈哈 我剪下來的 都比你頭上的 哈哈哈哈 兩個就是不停說 很陰毒的事情 手上什麼錶 突然有人來打劫 哇 有人來打劫實浪 第一次聽有人打劫實浪 這裏還可以的 挺好笑的 打劫實浪 他原來很大聲 打劫那婆婆 哈哈哈哈 他說他有很多錢 他只是在手袋裡的錢 是我們整年的薪 你見不出來打劫 當然打劫就大了 哈哈哈哈 剛才你們兩個在那裡浪費 對 然後他就向著他 對 那批迪雲呢 批迪雲就說 我和你一拍兩散 是 他說他青春無敵 34D 劫財當然要劫色 他強姦他 哈哈哈哈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哈哈 那兩個賊 抓住一隻 他強姦他 哈哈 以前是挺好看的 那當然就不成事 這些戲 通常那個賊被人抓了 然後兩個人去鬥 他說你很厲害 你陰毒啊你救 救你陰毒 你不陰毒我 我怎麼陰毒你 怎麼下一場打開門 見家長 就見家長 吃飯那一場 這個是你媽媽 對 兩個人在中正讀面前 要扮好人 笑著嘴 吃夠豬肉 你膽固唇膏就快點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正 那些不就叫野蠻 是呀是呀好看 以前鄧北柚人有這個 你覺得她有一點尖酸黑薄的奶奶 有 是 這些不就叫刁婆 以前 哦這些就叫刁婆 也對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黃萬尼 她做的角色也是 是 刁婆 是呀 那些壞的叫婆婆 是壞的 是 無論如何都叫做 口不搖人 沒有東西搖人 最近台灣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刁婆 現在沒有了 上到法庭了 嗯 然後 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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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公 不是呀 法官也不知如何處理她 是呀 因為又見她是婆婆 是嗎 但是你又這麼刁麻 刁麻 我怎麼處理她呢 我怎麼處理她呢 台灣有一個女生 她痛到臉都變色了 哎呀很可憐 變色了她掩著肚子 然後坐在關外座 哎呀 然後那個 有一個婆婆 就是這些刁婆 是 就是這些台灣鄧碧雲 是是是 喂見到婆婆你很起來 對不起 我M痛 然後那個婆婆知道嗎 是 你有M到我沒有嗎 我60歲都還在來M 我正在來剛剛 你要讓我坐 啊 那這個婆婆又真是 真的逼人太甚了 是啊 那你想怎樣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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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我那裏 是不是 一個位置兩位坐 大家都M痛 她重要是怎樣 怎樣 這個世界只有你有月經 是啊 是啊 她跟那個小女兒的角角 只有你有月經 我也有 但是很難令人相信 阿婆 你有月經 就算我當你有 我看你沒事 你讓我有事坐一會兒 然後兩個 阿婆就說 你不讓我坐 我告你 然後我拍你照 我放上Facebook 有沒有搞錯啊 沒有其他位置了 是啊 沒有 沒有其他位置了 應該有個人再站起來 是啊 讓給婆婆坐 就不要叫M痛女生起床 應該有人起床 讓個位置讓婆婆坐 有人讓 但是婆婆咬著她不放 那這個婆婆真的有問題了 就是堅持一定要坐一個位置 是 你為什麼要坐M痛女生的位置 因為她頂她的氣 你明白嗎 像鄭玉玲大戰 鄧比惟一樣 你頂到我的氣 我就是要頂你的氣 那如果我在這個 那如果我在這個 那如果我是這個M痛的女生 那我便起床讓我這個位置讓你坐 那我便坐隔壁 人家起床讓你那個位置 你不坐便我坐 我這個位置讓你坐 我這個位置讓你坐 如果是這樣 我就這樣去解決這件事 你一定要坐這個位置 你貪我撲有香 那你坐吧 我坐隔壁那個位置 但那個M痛女生又不肯起床 是的 所以才要罵上法庭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才罵上法庭 是你咬著我 我咬著你 其實一放大家放開 其實很小事 很小事 很小事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那女生不去解決這件事 你婆婆你這麼想坐 我給你坐 但有時候真的很生氣 你會發覺在街上會有一些 那道氣 那個樓梯下不了 又未必代表的是你沒有道理 你有道理 但你也不用用到盡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像老賣老 有些像老賣老 你會很生氣 關愛座不是代表 一定要讓老人家坐 關愛座的意思就是 有誰有需要就去坐 他不是叫敬老座 你記住名字是關愛座 所以這次在台灣鬧到這件事 補回資料給大家 雕馬人公主岡父馬 第一個做的就是馬思珍 馬思珍才是第一個做 第二個做是梁勝波 因為我看那個版本 我看那個版本 是在電視做的 是一個籌款的 就是找紅線女和梁勝波 可能當時馬思珍已經死了 或者他已經不出生了 第一個做的雕馬人公主 按父馬是馬思珍 資料來自聽眾比 這次台灣的雕婦 上到法庭之後 說是呀 六十歲都可以有月經 我都不理你有沒有 阿婆 我都不理你有沒有 都不關人家的事 但是如果人家真的這麼辛苦 你就讓人家坐一下 我中間那個位置 我不是有月經而坐 因為有月經痛 而我才坐 你有月經你血流成河 但是問題是 你不痛 你不痛 你可以讓給我坐 所以我剛才教了一句 好老怕難老 男老怕 刁婆 神級 來源來自台灣的報導 來自台灣